是什么样的音乐 让人们每一次都经历生命的更新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这样的音乐 在我们热爱的台湾这块土地 落地生根 年年结出良善的果子 是什么样的意念 让一群人可以不畏艰难挑衅 一年一年的持续 把这样的事情传递下去 音乐是所有的表演艺术当中 似乎最不受文化语言地语的隔阂 贝多芬在说的音乐当中 好像特别有这个本事 两百多年前的作品到今天 就仍然是世界上很多角落 都被喜爱着 而且甚至启发着很多人的生命 在贝多芬的音乐当中 又有这么一首第九号交响曲 人们每到一年的这个时候 就会开始期待一首曲 世界上朋友 朋友 要接在一起 但是当时并没有其他的乐团 有做这件事情 那他就说不如我们来做吧 就是这一句很简单的说 不如就我们来做吧 我们就开始了在2002年的第一场 年终祈福音乐会 每一年在同一个时期 同一个时节 同一个场地 演同一首曲子 很多人合资 买了一本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 原始手稿 紧装真本 大概这么好 非常非常重 送给我 那是我大概最难忘的事情 我每一年再重新回去读 这个曲子的时候 我都会参考这个手稿 今年虽然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实体的演出 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式来取代 可是在新竹的合唱团 他们仍然持续地排练 就当作还是要发生的 这很傻的 在外人看起来是一个 完全徒劳的事情 可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很执着的 很坚持的去做一件 现在这个外在的世界 可能不以为然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它是值得坚持的一件事 贝多芬那时候已经耳朵 已经几乎快听不到了 对一个音乐家来说 听不到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 他写的曲子的音高就非常非常高 完全靠他想象 不好唱 为什么不好唱呢 因为刚好都是在肌肉最不舒服的时候 他盘旋非常久 音高这件事情 对所有的合唱团团团员来讲都是难的 要松 要温暖 可是又不能吃力 每一个乐剧 它的变化都是非常多的 他音乐的跳跃的动态非常广 几个小节 几句 他就要一种不同的诠释方式 你的音色 你的音质 就要出现一个 大家听到就很舒服 很多的七和弦在出现 那一直都有一个不安定的感觉 他勇敢地表达出来 用他的乐念 用他的音符 来表达他内在的意志在 这个太了不起了 《快乐善要善结光》 我天过去 你记得我说 《贝勒篇》第九号 《快乐送》 德文的歌词 中文化这件事情 其实三不五时的 就会受到一些质疑和挑战 他原始这个使用的文本的语言 是不应该被更动的 因为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 是已经把这个语言本身的语运 是考量在内 其乐这个词或是说 《贝勒篇》第九号章上曲 这个《最后终乐章》 在国际间 各国间以自己的母语来歌颂音乐 为人类的一个高尚情节 而去欢呼而去演出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演唱的人 假如用他自己的母语 他表现出来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绝对是和唱 就是其他的非母语的语言 是截然不同 你先让大家了解 那有兴趣的人 我相信他有些人 他就会自然说 那原来德文是什么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第一步 我们还要借着这个机会 加进更多的元素进去 每年固定来发表一首 委托创作的华人新作 写像一个小乐团 然后加写奏的传统乐器 我一听就郑重下怀 这三个曲子 在我的创作史上 我觉得很特别 当这些被伪创的作曲家们 知道他的新创的作品 要跟贝多芬的最经典中的经典 放在同一场音乐会当中演出的时候 他当然会非常认真的来面对这个考验 能够有那么多的爱恶者 可以在同一场音乐会听到我的作品 我沾了光 贝多芬他很神奇地在他的最后一部的交响曲面 放进了人生 而且用这么漂亮的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 神奇地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所以就挑选了这个 就是演唱的段落当中的一段 比较属于奇唱性质的段落 我们在音乐会开始的时候 就请何昌老师出来教大家 跟大家说明 等一下在法国号响起之后 大家可以站起来一起唱 不光是一个乐听人领赏而已 从事他也可以是参与者 到现在也形成另外一个次传统 我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唱一段歌词 或者是有交响乐团的带走 我去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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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九荡是 应该是任何指挥 或者是任何乐团 或者是任何听众 是百听不厌的经典曲面 如果以四个乐章要接触 当然我们一定是先从 最简单的欢乐松开始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就拉那个给他听 所以我突然想到 这个是很感人的音乐 有一年我们用了四个字 以乐之战 那个时候整个国内外都有一些不安的局势 也因为这些不安使得我们比较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时候难免产生一些对立的心情 那一场其实我们尝试用了比较影像的这个东西 把墙跟乐器两种看似冲突的东西做了一个结合 我们在这场音乐会当中 不仅仅是在为来年去祈福 也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过去努力的这一年 向神献上感谢 我们更希望是真正发挥贝多芬第九号教详曲 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当音乐兴起之时 他要带给人快乐乐性之时 有一些观众会重复见面 一年要见一次 然后渐渐就期待那个见面 这样20年做下来 我觉得很感人 对我的整个合唱团是凝聚力非常非常大 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修行者 让这个国家永远保持有个正能量在 乐兴是一群很傻的阿Q组成的 我们有很强烈的阿Q精神 不管大家各自在外面有多少的工作 但是回到这里 就是就像回到家一样 你永远不会觉得一个很久不见的家人 他很生疏 一年又到了 现在都用杯酒来作为过年的提醒 然后我们就好像发现 渐渐在形成一种什么 历久民心觉得这个曲子 每次听到都可以得到能源 经典就是你可以随时再去跟他对话 然后你在生命中每个阶段 再去探索他的时候 他都会有不同的面向或解答展示给你 他就是当你自己人生的机遇不同 你身份的转换不同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内心的感触是非常不一样的 他永远就在不安纠结或是苦恼等等 即便是那个内在和弦 无论在我再翻脚在冲撞 但是最后一定是 Vicero 你知道我一定会战胜你了 你即便在如此残忍的一个人生 在残忍的命运在 我跟你拼了我谁我贝多分 我们生存在一个求新求变的时代 我反倒觉得在这样的潮流当中 一个恒定不变的事情反而是美好 我觉得对我自己对月薰之时 对所有参与月薰之时年终起步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可以深刻体会的感觉 什么叫做甜蜜的重播 这就是任何一个所谓的经典作品的可贵之处 就是它是耐咀嚼的 它是有着不可测舵的深度 让人去挖掘 反复去挖掘 去发现它似乎有无止境一般 今年由于国际新冠肺炎疫情凶险 国内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我们决定用这样的方式 取代实体的演出 期待明年世界恢复正常 我们也能再次在音乐厅实体相见 好 谢谢大家